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篇日记 日记的作者是厦门市支援湖北医疗队二队成员 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的护士 连丽娥 一起来听听她在战役一线的感触 今天是2020年2月23日 又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出院 真的好开心呀 今天二十九成的爷爷说 谢谢你们 我有很多想说的话 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 千言万语只能画作一句 谢谢你们 三十五成的阿姨说 我知道你是复旦中山的 你叫连丽娥 看到你们就好像我的女儿一样 谢谢你们 三十六成的奶奶说 希望疫情快点结束 你们也能早日回家 听到这么多的表白 我忍住了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不能让眼泪流下来 因为护目镜绘花 等一下就不能帮你们打开水 发饭 做治疗了 能够给你们带来希望 带来温暖 带来欢笑 带来信心 看到你们康复出院 我觉得这一趟我来得值了 即使我得取消掉四月份的自考 延后一年毕业 但是我很开心 因为你们 又是正能量满满的一天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意义 愿山河无恙 人间皆安 我们与你们同在 拜订